俄罗斯在近日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演习 而其中与中国联合进行的北部2024联合也在时日展开 并且会持续至下周一 美方对此表示 虽然有看见中俄在近年加大军事合作 但目前还没有看见让美国认为有需要改变军事状况的吉祥 俄军从地面发射搞马脑巡异飞弹模拟攻击敌舰 俄国时日展开了跨足地中海、离海、波罗地海、北极海和太平洋的军演 共有超过400艘的战舰潜艇与辅助船参与这次演习 普丁在简报上清楚表明了 这次的演习是针对美国所进行 而这次演习的另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特点 是中国解放军也参加了这场演习 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 解放军派出了四艘军舰与一艘补给舰 随俄军在海深威海域演习 捍卫海上交通与海上经济活动区域 美方对此表示虽然这是中俄两国在加深军事合作的迹象 但中俄两国长期有互不信任的问题 尤其是在军事方面 所以美方并不认为这场演习值得调整美军态势 包括二中联合军演在内的整场演习将会持续到9月16号 联合国正在加萨展开小儿麻痹疫苗接种 避免疫情扩散 但却传出疫苗接种人员的车队 遭到以色列军队扣押拦查 甚至还对车队开枪警告 引发了联合国严重的关切 除此之外 乙军还在10日轰炸了一处指定的人道区域 造成了至少40人死亡 小朋友一个接一个张开嘴巴 接受疫苗注射 近期加萨走廊爆出小儿麻痹的疫情 联合国为此展开疫苗接种计划 但在当地9号传出 联合国的车队在加萨遭到以色列军方的威胁 以军不只对车队开枪 杜雅里克指出 以军坦克和一辆推土机随后靠近车队 从前后两边撞击联合国车辆 将联合国工作人员困在车队中 在检查站耗了七个半小时后 两名成员终于从审问脱身 但车队最终无功而返 当然也就没能帮加萨孩子接种疫苗 而乙军的离谱行径不止这一桩 帐篷的骨架被炸到变形 周遭宛如一片废墟 这里是汉尤尼斯的难民营地 却遭到乙军的轰炸 加萨的民防部门表示 以色列军队在十号倾城袭击马瓦西地区 联合国和土耳其同声谴责 因为根据联合国代表 这里是以色列指定的人道区域 理论上应该很安全 结果有超过百位无辜民众死亡或受伤 还有至少二十个难民帐篷完全被摧毁 对此以军回应 指他们是要打击在人道区域运作的 哈马斯指挥与控制中心 同时还指控哈马斯滥用这些人道设施 不过哈马斯方面则否认现场有他们的人员 环宇新闻诚意综合报导 欧洲法院最近裁决苹果跟Google 控告欧盟两岸皆败诉 并且要做出巨额的补税 主管竞争法的欧盟执行委员表示 这不只是欧盟的胜利 也是赋税正义公平竞争的胜利 让外界知道即使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也不能临驾于法 欧洲联盟针对苹果和Google母公司 Alphabet两家美国科技巨拨 违反竞争法规的裁罚案 先后遭到两家公司告上法院 缠送多年后 欧盟最高胜诉机构的欧洲法院 最近对两岸都裁决 欧盟胜诉宣告最终结局 今天是为了美国国家的国家 和国家的法律 我们的研究都决定了 即使最强大的科技公司 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 苹果公司在2016年 遭到欧盟执行委员会 财罚补税给爱尔兰 4620亿元台币 理由是爱尔兰政府 为了吸引苹果设立欧洲总部 而提供的补贴 造成不公平竞争 同时Google也被财罚 860亿元台币 欧洲法院认同欧盟的财罚 目前欧盟进行更广泛的立法 促使欧盟成员国的财政更透明 互相交换资讯 虽然如此 爱尔兰 荷兰 卢森堡 以及比利14个欧盟国家 依然是企业在避税考量下 转移获利的核心区 另外这次欧盟胜诉的另一个焦点 是主管竞争法的欧盟执行委员 维斯塔哲 她是丹麦人 绰号是欧盟的竞争女王 美国前总统川普 也曾贬义封她为税务女士 欧盟执行委员会议 即将在两三个月内换届 最近的记者会议 开称是她卸任前的最后义务 因此一度哽咽 预计下届欧盟执行委员会议 也会提出法案 禁止欧盟境内 所有科技巨拨和大企业 以各种方式避税 环永新闻吴光诚综合报导 加州多处遭到山林野火肆虐 由于地形陡峭和天气状况的不稳定 导致火势是难以控制 而南加州的灾情尤其严重 紧邻加州的内华达州 也没能幸免于难 民中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 则是为此推掉了原来的造势活动 前往当地看载 远方的山坡不断地冒出雄雄火焰 熔烟碧天 连天空都传了诡异的红色 美国加州多达十几处遭到野火肆虐 其中南加州尤其严重 从位于洛杉矶北边300多公里的圣马格丽塔市 到近邻洛杉矶东边的圣伯纳迪诺郡 熊熊烈火仍然没有获得控制 尽管加州当局已经出动超过600名消防队员 不过陡峭的地形和天气状况不稳定 让消防当局在扑灭火石上遇到困难 野火情势如此艰困 连加州隔壁的内华达州也遭到野火肆虐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 9日取消原定的造势活动 前往内华达州雷诺市 给予辛苦的救援人员和消防人员鼓励 同时也带给他们食物 他更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感谢救援人员 称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维护居民的安全 欢迎新闻许明星 总和报道 墨西哥参议院日前爆发了冲突 那么示威群众冲进了一场抗议 因为当局要通过一项司法改革案 让法官由民选来产生引爆争议 不过新任总统薛恩·鲍姆 极力捍卫改革法案 他认为这对于追究法官责任 还有减少贪腐非常重要 但是一般的人民不这么想 此外包括了美国跟加拿大 也都警告末国如此改革 有可能破坏三国的贸易协定 大批情绪激动的抗议群众 瞬间破门涌入参院议事厅 就连媒体记者和摄影机 也一同被人群淹没 会让墨西哥参议院议事瘫痪的原因是 即将卸任的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 推动了宪法改革方案 而这其中有关民选法官这一个部分 引起广大争议 群众闯入议院后迫使议院终止了 这项提案的辩论程序 但事实上日前当选的新任总统 薛恩鲍姆却极力捍卫这项私改法案 认为这对于追究法官责任 和减少贪腐至关重要 尽管新旧总统都认为该这么做 墨西哥国民的想法却不是如此 我们想让民族听到我们 但也让民主党听到我们 因此我们在这一刻 幻想量切战机 昨天晚间8.05分夜间训练时 依然因为机械故障 在新竹南辽的西南方16.7里处 失去了动力 大约在8.35分左右在新竹外海坠海 站位飞官谢佩勋赶紧是弹射跳伞逃生 左姓最后获救生怀 生命迹象很正常 不过到时让全台湾人的心都揪在一起了 不过也带你的灵气 整起意外发生的时间走了 首先发飞官在8点跳伞之后 空军在8.52分派机搜救 原目在晚间10.22分左右搜救队巡护了飞官 并在10.40分完成人员接驳 此外深夜11.03分改由海巡艇 完成后续的接驳作业 人员的意识是清楚 没有明显的外伤 并在凌晨1点20分靠拨台中港 后送台中同综合医院的乌区院区来诊治 左姓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不过这架幻象2000战机是单座机 编号是2047 而飞官尚未谢佩勋是空军官校105年班 飞行的总时数来到了710小时 而且还婚后已经育有一女一子 妻子脸书上都是一家四口的亲密出游照 不过其实妻子过去就曾经在脸书上发文 她说了她说丈夫用生命来保护国家 也守护着他们的一家人 她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小孩跟自己 并希望每趟起飞都能平安落地 更说了在众人看似光环的职业下有多少的心酸 有多少小孩跟另一半也都在忍受寂寞分离 不过确实飞官真的非常辛苦之外 机械设备的问题也一直是众人所关心的 回顾幻象战机历年的九次的失事 自从1999年至今 这是第九次的事故了 第一次发生是在1999年 当时幻象战机在执行夜航训练时 发动机遭到鸟席失去了动力 坠毁在新竹外海 当时的飞官吴宾福 吴士丰跳伞获救 接着同一年底幻象战机是在苏欧外海 进行了视距外的攻击战斗训练 但光点从战管的雷达消失 飞行官张金亮失踪 最终是宣告殉职的 第三次是2001年 幻象战机起飞之后不久 雷达光点就在新竹外海消失 最终飞官刘浩凡跟张建祥 都殉职 第四次是2002年 例行的飞行训练任务 一样是遭遇了鸟席 不过最后顺利的迫降 飞官何维克跟余德忠 都是平安逃生的 第五次 2012年飞官王同义部 法国接受幻象的战术训练 驾驶法国空军的幻象战机 起飞后却发生了故障 他为了避免降落在人口的稠密区 最终选择放弃跳伞 将战机开往森林 坠毁之后殉职了 第六次是在2013年 幻象机执行了 幻装训练发生机舰的故障 俗姓飞行官刘永祥 跟郑玉腾跳伞成功的获救 2017年 幻象战机在基隆市的 北北东处失联 飞行官何子宇失踪 最终宣告殉职 而最靠近的一次 就是2022年了 幻象战机在台东的外海失事 左姓飞官黄重凯中校 最终是平安获救的 而这一次就是第九次的事故了 统计总共有八人获救 五人殉职 总共折损了七架次的战机 不过这一次究竟是什么原因 行政院长中 他也强调了 目前已经指挥 后续会请国防部调查事故 发生的原因 并事实的对外公布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林今天出门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天气 好像没有那么热了 有一点点风 秋天草草的来了呢 只是位于关岛东南方的海面上的 热带性地气要在昨晚增强 变成了今年的第13号台风 贝壁家 预测未来会往西北 转西北西朝琉球的南方海域移动了 而且贝壁家增强当中 周四开始 雨区就有可能会逐渐的扩大 气象鼠也观测了 青台贝壁家在金城两点 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 来到了每秒18公尺 预报呢 未来12到72到96小时呢 进中心的最大风速就有可能来到每秒的30公尺 强度就会来到了青台的上限了 不过目前呢 贝壁家未来会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预估呢 周六到周日会来到琉球的群岛附近 之后呢 偏向华东沿海登陆 距离台湾还是有一点点远的 发布台风警报的几率会比较低一点点 不过呢 但你看到另一个热带性低压了 目前呢它是预估不会变成台风的 不过呢 因为今早将是会碰触到陆地 会减弱的很快 至于呢 近期是否可能会有其他的台风生存 青山鼠也分析了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菲律宾东方海面是大低压带 而且呢 时间可能会等到周末 或者是下周一 还要再观察 不过目前呢 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热带系统 气象鼠也指出了 贝必加位于关岛的东南方海面上 预计于本周末接近琉球群岛附近 陆迹依然有不确定性 如果要前往琉球群岛旅游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了 不过呢 究竟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为何 加上现在快要中秋节了 如果观众朋友要出去玩的话 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我们马上从雨区的预报都可以看到了 今天呢 其实热带性低气啊 逐渐的远离 天气呢 其实会相对的稳定一点点 是这周天气最好的一天 各地呢 多半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知识呢 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其中是以高雄 还有平东 以及各山区的雨势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而各地的高温 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 大台北 台南跟台东地区 有局部36度的高温机会 提起民众外出的话 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只是呢 真的要把握今天的好天气了 因为周四之后 午后雷阵雨区 将会持续的扩大 明天起 水气会开始增多了 东半部 还有南部地区呢 有较大的雨势 到了周五呢 水气也会逐渐的偏多 偏东风之外 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 大台北地区呢 也可能会有零星的降雨发生 其他地区则是多半多云道景的天气 午后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不过呢 气象鼠也分析了 周六到下周二 低压带影响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都是多云 午后各地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只是呢 周六周日的北部 也会有局部的震雨哦 而另一面呢 位于琉球海面上呢 热带性地气压力 会持续的向西北移动 所以呢 台湾临近海面的风浪 将会持续的增强 今天晚上 到明天早上 基隆北海岸会有较强的阵风 桃园以北跟基隆北海岸 还有宜兰跟马祖近海 都容易有1.5米以上的浪高 如果观众朋友 有要去海边活动 或沿海作业的话 一定要特别注意 你自己的人身安全了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金华城岸持续延烧 尖方也扩大侦办 由于客问者USB笔记 被招出了2022 11月1号 小省1500省庆金 检方为了查出背后的含义 预测凡身 庆金转为污点证人 稍早已经二度提讯的 沈庆金出庭了 沈庆金是再度坐着轮椅出现 被罚警压解进去地检署 只是昨天 柯吻哲被提讯 身穿了黄色的球衣 蓝白拖现身的画面 让不少人觉得 真的非常的震撼 以及不声唏嘘 昨天他被问区 三个小时之后离开 因为戴着口罩 也看不太清楚脸部的表情 只是如今案情 似乎又有新发展了 根据《静周刊》报道 沈庆金的陶珠影员 豪宅访客记录显示了 2023年9月30号 柯吻哲曾经单独到访 陶珠影员 经过减联比对 相关领项的手机定位 认为柯吻哲确实有前往 对比柯吻哲的行程 当时正忙着要打总统大选 在陶珠影员单独 建设完沈庆金之后 隔天10月1号 他就启程到美西 进行了科技产业之旅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柯吻哲的iPhone手机 在美国转机的时候 意外的遗失了 手机云端的资料 是否外泄还曾经引起了 幕僚的虚惊一场 除了17点巧合之外 妻子陈佩奇的ATM存钱的时间 也被质疑了 因为陈佩奇第一次出现 密集与ATM存信金 是在2020年的3月10号 当天正好是 柯吻哲与市议员应小微 副市长黄珊珊 彭震生与蔡炳坤 针对金华城容积率 应不应该有392% 增加到560%的前情案 居心便当会的日子了 在这场便当会之前 北市都发举 已经在2月成文给柯吻哲 说不应该给金华城 560%的容积率 否则会有独立的嫌疑 希望维持在392% 当时呢 沈金金就找了应小微来帮忙 随后有了这一场的便当会 但诡异的是 柯吻哲却传出 一改过去反对的态度 批示都委会要言议卸下了 速审速决几个字 让金华城容积案起死回生了 也因为这样 陈佩奇在这个时间点 密集与ATM存款 显得特别的可疑 加上简连掌握了 陈欣金为了争取金华城容积率 增加到560% 当时已经编列了 1.86亿元的顾问费 而陈佩奇第二阶段 与ATM现金存款 是在2022年的10月18号 金华城取得840%容积率建造之后 别对柯吻哲USB的随身点 也记录202211月1号小选1500审清机 已经相关的市政 简连认为 柯吻哲疑似收费了1500万元 这段期间内 陈佩奇汇款了40多次 将462万元存进了三名子女的账户 只是事后继续调查 根据见状况报道了 当时就发现 陈佩奇疑似有不明的金流 当时陈佩奇说是首尾钱 但在接受诊询之后 四度的翻供 先说是柯吻哲的稿费 又说是民众捐的选举金费 小孩的压岁钱 最后才说是母亲账户里的钱 恐怕有替柯吻哲 处理不明资金 涉嫌洗钱醉之嫌 这种不同的说法 理由都是财务操作跟结税 但刻意ATM隐匿金流 已经成为专案小组追查的目的 恐怕反而是弄巧成竹了 而另一面林传媒也报道了 继神秘被告 威京集团旗下的 顶月开发公司负责人朱雅虎 他率先认了 柯吻哲肯定有协助金华城 案之后 前北市负责的彭建生 不满只有自己遭到收押 这个月的三号 也全盘拖出金华城 提高了容积的始末 第三名的关键被告 也就是北市府的 都发会都委会执迷 邵修沛他也认了 反正金华城非都更区 北市府是透过变形手法 让金华城取到容积的奖励了 不过呢 邵修沛在金华城的专案中的角色 等同是整体计划的 隐藏版的灵魂人物 如今也随着持续提讯侦办 可文哲风暴会影响民众党多少 外界也都有关注在看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柯文哲涉嫌收贿的关键破口之一 很可能就是他的妻子陈佩琪吗 根据周刊报道 简连勾机陈佩琪 利用ATM存款超过60次 金额高达619万元 而且其中在金华城便当会 还有柯文哲和沈庆金见面之后 这两个关键时间点 他都曾经密集拿着线钞 存进自己和子女的账户 如果没有办法清楚交代来源 恐怕也会被列为共犯 避开媒体视线 为经集团主席沈庆金坐在轮椅上 被罚警押解进入北检开庭 检方二度提讯他就是要厘清1500 究竟是什么 更要策反他转为污点证人 而前一天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也被检方首度提讯他否认收贿 已经跟检调连政署说明了 我们家的金流是从哪里来的 强调家中没有任何财产来源不明 但根据周刊报导 简连查出陈佩奇在2020年 金华城便当会后 还有金华城容金率确定为840%后 陆续到ATM以每次10万元左右 制造金流断点 将619万9千元 存入自己和三名子女的账户 时机点太过凑巧 加上稿费 选举经费 妈妈账户里的钱等公词前后反复 反倒成为专案小组的追查重点 如果陈佩奇无法就619万元的来源做说明 检调就有可能会认为 这些款项是柯文哲图利的对价 这样柯文哲可能会从图利罪提升到受贿罪 刑期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甚至到无期徒刑 而且陈佩奇有协助安排受贿款项 也可能从证人转为共犯 成为被告 柯文哲同意把这个诚情送到58局 然后交办到都委会去做演绎 陈佩奇就多了600万 然后分了60几次在ATM存入 这样子的所有的作为 如果没有相关联 都不是让人家就觉得 这整个天底下有这么吵的事情 今晚能给他的钱 对于务科的钱 对于政治现金 其实他都是非常清楚 真正的大账房应该是在自己 金流 证词都成为左右争败方向重点 柯文哲可能从徒利升高为收贿 若真的涉案 妻子陈佩奇恐怕也自身难保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战机 昨天晚间故障 悲观谢佩勋紧急跳伞平安获救 从从来经得国防部长顾立雄 今天特别去台中探视 值得讨论的是 幻象2000已经服役超过25年了 机灵很老旧 故障率本来就很高 由于目前两岸情势比较紧张 中国军机时常扰台 让负责高空拦截的幻象战机 只能够持续的服役 退役降临直指 这让年轻的悲观 暴露在高危险的环境 总统是不是要来帮悲观加油 总统赖清德11号上午特地来到台中 同综合议院无期院区 探视跳伞获救的空军上尉 谢佩勋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陪同前往 总统就是幻象地久 所以是不是适合要选择他进行吗 幻象再度出事 面对媒体追问两人神情凝重 因为空军向法国采购的幻象2000战机 早就已经超过25年 已达到中后售期 即使定期保养维修 故障率成为最大隐忧 对此我国空军当时 在向美采购F16V战机时 就有讨论过是否太除幻象战机 不过考量目前两岸关系紧张 周国战机经常性绕台 幻象负责高空拦截 两岸之下 我国空军只能让幻象战机继续服役 捍卫领空 幻象两千没办法做新的 可能也有政治因素 一个法国一定会失职大开口 那你开高架是不是买新机会比较妥当 我们跟法国没有邦交 法国跟中国大陆是有政治的外交关系 而且中国大陆会打外交牌 打经济牌 幻象难题建议法动全身 国防部得赶快拿出解决方案 让优秀的军官捍卫国家领空 没有后顾之忧 欢迎新闻 宋军庄平达台北采访报导 台铁29年没涨价了 昨天召开董事会 审议票价调涨方案 因为数据欠评估 难以说服民众遭到退回修正 原定9月底送行政院核定 已经来不及了 而高铁公司也说 票价动涨17年 营运成本却大增 2026年资金缺口将达到高峰 恐怕也得寒涨 台铁月台人来人望 通勤出游便利性高 平均日载客量来到66万人次 但物价通膨的年代 票价却29年未涨 10号董事会首次审议 票价调涨方案 由于欠缺评估资料 遭退回修正 希望说这个董事会 以及台铁公司这边 能够做好准备尽速的来讨论 票价调整的部分 台铁公司一定要 向我们说明清楚说 这个票价收入 它最后到底会用在哪边 火车修缮的这个经费上面 原物料采买的经费上 或者是说我们在 原工的各项设备的采买上面 高铁公司表示 近年营运成本大增 票价却仍于17年前相同 预估2026年 资金缺口将达到高峰期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高铁运载量过重 若调整票价 主要是想移加质量 铁路运输牵动着民众日常生活 票价调整难推进 台铁预计下次董事会 要到10月才能召开 原定9月底 票价案保交通部和行政院 如今已无望 话语新闻 陈霞英网友扬台北报导 歌手二姐张慧 才刚宣布10月5号 国庆晚会将要登上 台北大巨蛋的舞台 也是他崩拜9年之后付出 不过呢 他昨天发出了声明 说其实自己发现已经离癌 治疗过程中更出现肺衰 肺衰色 大出血等等的状况 连嗓音都受到了波及 而且将会坦诚了 2015年身体就出了状况 原本以为休息就会好转 在开刀与反复的化疗当中 多次面临了生死 交官等等接连而来 如今抗癌成功 张慧说事情发生了 就只能面对对抗病魔 每一天都当成是最后一天 也许是乐观的心战胜了一切 而下个月张慧在国庆演唱 张慧也说了 从事麦克风站上舞台为喜爱他的歌迷而唱 也为自己而唱 对一路上的贵人 他也敏感 无内 无以言表 最后更庶民了 要重新介绍自己 因为他是健康的江慧 也是带着乐观 正向归来的江慧 不过消息一出也震惊了外界了 曾经罹患胃癌四起的艺人唐灵 也一起了当初生病时的痛苦经历 感叹说 开刀化疗之后呢 内在跟外表真的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伤害 几乎是回不去了 但对艺人来说 总是习惯呈现美好的一面给观众 不希望被看见不好的病容 因此他非常的心疼江慧 同样历经他那段难熬的日子 如今江慧成功的抗战 迎战了病魔 将以重生的姿态重返舞台 桃琳也给予他祝福 也期待看见江慧恢复活力 展现奴隶康复的成果 而胸香各离医师苏伊峰也分析了江慧的病情 他指出了 江慧提到的症状通常跟腺癌类型的 癌症有关 像是肺腺癌或是大肠癌乳腺癌 苏伊斯也进一步结束 如果江慧曾经接受过肺部的手术 可能会大幅减少肺活量 对于歌手来说 这将严重的影响歌唱的能力 甚至日常生活中 也可能会因此感到呼吸困难 此外如果曾经接受过插管治疗 声带跟喉咙可能会受损 导致嗓音会沙哑 影响说话跟歌唱 恢复之间可能会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 症状将会能够抗癌9年 表示病情可能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但是苏伊斯也指出了 肺腺癌通常会出现在癌症的晚期 特别是需要使用血衰的溶解剂的患者 往往需要较为危险的阶段 而医师江冠宇也说了 作为有癌症史的病人 失身跟丹田失去力气 其实是重大的警讯 从广泛的癌症复发经验来看 不难让人联想到猴反神经跟隔神经 可能有暗示肿瘤组织压迫 或是复发转移侵犯神经 都是很可怕的症状 张冠宇也指出了 这些细胞因子会引发炎症的反应 进一步增加了血栓的风险 不过江冠的声明最后也提到了 卖卖市长没有忘记他们之间的约定 但这到底是什么约定 高雄市长陈吉麦今天也是欲言又止 不过他最后还是卖了一个关子 他说现在还不能收辣 在时机成熟时就跟大家报告 现在顺其自然 不过他也祝福二姐的身体健健康康 不过不管是要不要开演唱会 现在不少的乐迷最期待的 还是10月5号二姐的付出收次演出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精华尘案风波越滚越大了 柯文哲昨天身穿了黄球衣 蓝白头现身真的是震撼各界之后 如今再爆出了众网基金会金流不明 遭到质疑是柯文哲用来操作的小金库 名字姚慧珍就爆料了 继神秘的2021年11月1号 小省1500省进金之后 隔天11月2号就成立了众网基金会 单继资产1000万元 而基金会的董事长 就是民众党政治现金金流案中留下了名言 我很负责任的说 我完全不知情的财务长李文宗了 此外过去柯文哲的亲信 蔡碧如 谢明珠也分别都是基金会的董事 姚慧珍就说了 众网基金会两年来捐款收入量1700万元 业务支出2677万元 但是官网只记录了四场的活动 跟仅有一张10万元的发票 这一辆1677万元到底花去哪里了 对此民众党发言人吴宜轩就说了 应该交由众网基金会来对外界来说明 似乎是想把责任完全的推干净了 只是现在金中刊也爆出了 在金华传统借率确定是为840%之后 柯文哲2023年9月30号 独自前往了陶珠影园 见了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更爆料了 柯文哲的妻子曾经陈佩琪 多次的利用ATM加百万元的不明资金 散存到自己跟子女的银行账户内 恐怕是涉嫌到洗钱了 对此台北地震书强调了不与置评 无法证实 不过对此陈志涵就说了 他说现在看来不是查到哪 报到哪 而是乱乱办乱乱报 呼吁北检别再误导办案了 但是不管有没有前往台湖州影员 柯文哲的声量恐怕都大受影响了 根据Questick的最新的数据 柯文哲的两个声量的高点 分别是在8月30号 还有就是他到廉政署调查 以及9月2号无保请回的那一天 而针对北检的网路声量 马上带你来看到了 观察北检8月到现在的网路情绪声量和好感度 负面声量来到了7.2万则 大于正面声量的3.7万则 热门的负面话题包括了 因为声压失败跌了大脸 外界批评没有掌握到关切金流 证据没有搜起就急着办 搜索超出了合理范围 但之后他卷土重来 成功积压了柯文哲 挽回了颜面 总体的好感度来到了0.52 不算太低 不过总体而言 现在嘲讽柯文哲民众党的声量 成为了主流的意见了 而国内民众党中央所喊的司法不公 认为是绿色恐怖 民进党干预司法 大约只有占了整体的22%而已了 不过如今党内少了党主席 群龙无首究竟要听谁的 虽然表面看起来团结挺党主席 但贝利里格暗潮汹涌 恐怕只有民众党自己知道了 如今前秘书长谢立功在建议说 为党的长远发展 他认为应该要认罪协商 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没想到被小草批评了 每封危机就落井下石 要他主动的退党 有人更建议了 紧接应变小组应该要做事 开除谢立功的党籍 不过就在外传党内有双黄斗争之际 另一边多次纵暖的国民党 都是党内双头马车 党中央跟立委立体 但北市议员钟小平跟游淑慧 可是全力猛攻 立委洪孟凯喊出了 要让民进党谦卑地面对民意 就是国民党的52席立委 加上民众党的8席 610席发挥最强的监督力量 但如今党内的小机不同调 是否也大大影响了双方的合作意愿呢 游淑慧就自曝了 被党内的长辈警告了 说他不顾大局 要他手心拿高查 但是呢党主席主理人今天听到之后 转身就走 似乎是不愿意回应了 如今看来国民党的立场 似乎有点尴尬 在声援 做官厮杀跟辅导之间百道 如今党中央没有明确的指示 但国民党大名大放 各自有立场的态度 恐怕连让小草们对国民党有好感 都很困难 如今呢 蓝云这样的薄细战法 将要获取版绿阵营的票 如今真的还是未知数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第二场的电视辩论会 就在今天的台湾时间上午9点登场了 前任副总统贺锦丽 首先呢 都是率先的走向了前总统川普 自我介绍之后 并向他握手 结束了连续8年没有候选人 在总统辩论台上握手的局面了 不过呢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民最关心的经济与生活成本 谈到了关税可能带来的高物价时 贺锦丽直接说了 她说呢 川普容易引发美中的贸易战 还批评她将美国的晶片卖给中国 基本上等于是出卖了美国 但是呢 川普随后就反驳了 她说他们是跟台湾买的 更不会说这是贺锦丽的政策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政策 但是呢 贺锦丽就猛烈的批评了 说川普只会替富人减税 伤害美国的中产家庭 强调支持中产阶级 而川普支持有钱人 但是川普则回忌了 她将专注于对其他国家来征税 反驳贺锦丽的经济政策非常的空洞 更说她只是抄袭了拜登的计划 接着呢 谈到了敏感的全球战火问题 俄乌战争以及以哈冲突 贺锦丽就说了 这场战争必须要结束 而且必须立刻结束 她接着几乎一定要停火 而且终究要达成两国方案 来重建加萨 她也重申了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是呢 川普就说了 如果她今天还是美国总统的话 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 她说贺锦丽非常讨厌以色列 如果她担任总统的话 相信以色列两年内将会不复存在 川普再度声称了 如果自己是总统 能够在一天内结束恶物战争 贺锦丽却反抢了 普丁会把川普当成是午餐来吃掉 至于谈论到堕胎的议题时 现场更是一度的火药味超级浓烈 川普对于堕胎的议题的立场反复不定 他这次回应提问时 坚称不会签署全国的堕胎禁令 而是认为此议题应该要交由各州自行来决定 而且还多次的错误宣称 民主党支持出生后堕胎 换句话说就会处决婴儿 贺锦丽则是在堕胎议题上站稳了脚步 他誓言会签署法案 恢复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并且直言川普不应该告诉女性 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如今堕胎被视为是2024美国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了 而川普也强烈抨击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声称移民正在吃居民的宠物 但不少当地的官员都强调了 这是毫无根据的谣言 川普阵营也在辩论会结束之前就发表了声明 狂赞川普的大师级表现 显然就是辩论会的赢家 提出了大胆的美国愿景 不过贺锦丽绝对不是省尤德登 他为了这一次的辩论闭门特训 还请来了知名的政治影集纸牌屋的顾问 担任辩论的教练来备战 贺锦丽的辩论会也成功的激怒到川普 让团队大赞贺锦丽专箭总统的架势 跟马上要求又再举办一场辩论会了 不过呢 依据CNN的最新民调的数据来看到 有63%的民众认为贺锦丽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只有37%的人认为川普的表现比较好 报道也提到了 这场电视辩论会的民调数据 与6月份川普对上拜登的数据出现了变化 当时认为川普表现比较好的人是高达了67% 远高于拜登的33% 看来如今贺锦丽上位可能会带来不少的影响之外 另外也有一个写信了 就是美国的流行乐的天后泰勒斯 在辩论结束之后 立刻在IG发文力挺贺锦丽 并猛批川普利用AI捏造假讯息 同时选择配上了抱着爱猫的照片 暗奉川普的副手范茲了 不过呢 毕竟过去美国的政治学家就曾经分析了 泰勒斯可能会带来旋风 引领年轻人的投票意向 如今随着美国大选持续的逼近 越来越多名人表态 美国大选的每一步也都将牵动全球的战局跟政治局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争议又多益庄老 自身媒体人姚慧珍爆料 柯文哲的众望基金会 除了账务申报不实 成立的时间点跟疑似收费审庆金 1500万元的时间是过于巧合 另外更发现 众望基金会代表法人就是李文宗 社旨也在民众党台坡大楼柯文哲办公室 两年来只办过四场活动 质疑根本就是柯文哲的小金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又被爆出可疑金流 自身媒体人姚慧珍 把矛头指向众望基金会 表示根据众望官网的资料 2023年捐款收入1900万元 2024年则有800万元 总计2700万元 业务支出则是有2600多万元 不过钱花到哪里去 两年只办了四场活动 加上一张10万元发票 遭质疑钱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而奇怪的地方不止这些 发现有一个审刑金1500 那现在大家也把它解读成 是不是审刑金交付的 1500万的这个相关资料 没想到隔一天 也就是2022年的11月2号 这个众望基金会就已经成立了 我们实际来到台坡大楼办公室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众望基金会的地址 跟柯文哲台坡大楼办公室 同样一个 另外摊开司法院法人登记公告 基金会董事蔡壁如 谢明初一排都是自己人 甚至代表法人就是李文宗 引发外界质疑 难道这是柯文哲的小金库 就算是有这些相关的人在里面运作 但党中央没有办法代为 去替众望基金会 来针对他们的运作方式进行回复 众望基金会发表声明表示 网站上的报表是财务预算表 并非最终的实际支出 也强调支出皆有凭证 后续也会将财务报表 给予主管机关以招公信 基金会到底是不是柯文哲小金库 恐怕还需要更多证据才能平息争议 欢迎收闻松军专门 台北赛报道 随着简连持续追查 金华城案情出现了太多的巧合 评论员吴静怡也爆料 说便当会之后 陈佩奇开始密集存款 还有柯文哲和沈庆金 见面隔天 赴美却掉了手机 把云端备份的资料 全部都删除 吴静怡就指引 柯文哲和金华城案之间的 种种巧合 会不会就是事实呢 扎其马尾 以文件遮盖手铐 下午一点多 检方借题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又厘清金华城案相关金流 因为随着检调深入调查 出现越来越多巧合 陈佩奇去做ATM 捆款这样的动作 刚好他们的时间点 会不会都搭在一起 也就是说我们以为的巧合 会不会其实不是巧合 而是事实 摊开时间轴来看 2020年3月10号 便当会当天柯文哲就签下 都法局警示恐有图利的公文 还要求速审速决 更巧的是同一天开始 陈佩奇陆续在ATM 存了157万3000元 11月11号 柯文哲该将决行 让金华城容积率来到840% 金华城给他的钱 对于木可的钱 对于政治现金 其实他都是非常清楚 真正的大账房应该是在自己 小账房是以文娟 简连追查 魏京集团账册中 神信经有论功行赏名单 10月14号 木可公关公司设立 10月18号 台北市府核发金华城建筑执照 柯文哲的随身谍中出现 2022-111小省1500省庆金 11月7号 台湾众望关怀基金会设立 2023年9月30号 柯文哲和省庆金 密会桃株影员 隔天赴美恰巧医师手机 一直到今年5月份 陈佩奇陆续存款462万6000元 到自己还有三名子女的账户 对检掉的公词 四次反复 那显见这个就是心虚 没有办法交代清楚的资金来源 陈佩奇有可能会由证人转被告 究竟有没有这么多巧合 还是真有收贿 随着检方约谈更多证人 金流也慢慢浮现 就等检联抽丝剥茧 找出答案 环宇新闻综合报道 中秋节送礼正航 但是有时候光是拆包装盒 就像是拆解俄罗斯娃娃一样 新北市环保局 鸡茶市售常见礼盒 发现大品牌鼎太风凤离苏 老鞋针 熬鸡精 还有星巴克咖啡礼盒等 都有过度包装的问题 依照资源回收法规定 最高可以处15万元发还 中秋节要到了 大家都会买礼盒送给亲朋好友 但你知道有些礼盒 可能过度包装已经违法 中秋节送礼正航 新北市环保局 抽查市售常见的礼盒品牌 发现有过度包装的问题 像是大品牌鼎太风的凤离苏 老鞋针 熬鸡精 星巴克 咖啡礼盒等 都赫然上榜 倾向于包装好看一点 你收到包装好看 你也会开心一点吗 会买环保的吧 我觉得应该大家观念有改变吧 因为其实内容物比较重要 而究竟怎样才会被判定 过度包装 限量礼品外包装 长33 宽7 高5.5公分 香橙得到外包装数值 1270.5立方公分 再量礼品本尊 长宽高香橙 乘以规定的必要空间系数3.1 再乘以总共9份 得到礼品数值2092.5 最后用外包装数值 1270.5 除以礼品数值2092.5 最终数0.607 小于1 安全过关 如果算出大于1 就是过度包装 中秋商机高达500亿元 业者抢供市场花样百出 但佳节送礼 礼心情义重 若是包装过度 罚则恐怕也要变重 华语新闻 驻家松城下营王悠扬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